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课呢 带我们就是进一步走向具体一点的练习方式 比如说我决心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或者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的某种性格 或者以不同的眼光去看某一种具体的情景 而且今天的练习是以愤怒这种情绪作为契机来进行练习的 那讲到情绪的话呢 情绪都是来自小我 情绪不是平白无故 凭空可以产生的 它不是一个可以架空就生成的东西 每一个情绪底下都藏着一个信念系统 人生剧本或者说是液货种子 正因为有信念 有人生剧本 有液货种子 把这个世界分成黑白是非对错 我们才会根据这个黑白是非对错来取舍 符合我认定的东西 OK 平安 不符合我认定的东西 情绪立马就上来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绪 都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一定是因为底下有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带着情绪去看的话 就是小我的看 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判断 看到自己的想法 看到自己的脑回路 所以这种看是局限的看 是带有滤镜的看 是有偏见的看 所以这种偏见的看 是无法看到真相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赤手空拳了 之前我们分享过20课的练习 有一些标题 我们回顾一下 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 比如说 我烦恼 我绝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 我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我的心里塞满了过去的念头 我的想法不具任何意义 所以说 我决心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事情 我们把这种局限的看 偏见的看 放下 让小我的这种看退下 会见才有机会进来 我不太清楚 有没有情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尝试着去觉察 并且用我们起反应的这些事件 来作为契机练习 练习我们练习手册当中学过的 或者说是练习格格介绍的 这个全然允许 有没有这样的练习 练习的效果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太习惯提着觉察 用这个观察着角度来生活的 我们可能很多事情都是 跟着惯性 跟着业力的这种习气 自动的就反应了 根本不觉得有任何的违和感 太自然了 所以当我们尝试着 刚刚开始想尝试着 提着觉察 提着观察着角度来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觉得 生活当中挺好的 不太有什么用武之地 我的生活蛮平安的 蛮美好的 可以用各种正面的词汇来形容 唯独就是找不到功课点 觉得我没什么功课 基本上离成圣成弦 距离也不太远了 或许是这种感受 没有关系 刚刚开始 怎么着的状态都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借群里面的提问 来看一下 回顾 当时的这种提问 我是在平和的状态下提问 还是在有一点情绪的状态下提问 如果说 我提问的时候 带有那么点情绪在 我能做什么 我是决心用不同的眼光 去看待事情 我试试看20亿课 到前面的20课 我刚才说的那些 我不是 我绝不是因为我认定的理由而烦恼 这些东西 看能不能用起来 有没有体会 或者说 格格的全然允许 完美眼光 用不用得出来 没有对错 用不用得出来 试试看 在走过这些过程之后 我再重新的 感觉一下 看看 这些问题还在不在 是不是我的状态变化了 有一些问题自己有答案了 或者说 即便问题还在 我对这个问题的感觉 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变化 我提这个问题时候 措辞是不是产生了变化 我重新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情绪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变少了 变淡了 比如说 会不会 试试看 这个都是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拿来用的 试试看 为自己试一试 这是格格96课的复习课 看起来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 稍文简易的地方 唯独 他最后一课 最后一句话也提到了 参务行政 对吧 奇迹课程 每一课 他的练习手册365课 你都可以认为是全系的 每一课都有机会 洞察到真相 那我们虽然现在就走了21课 其实我们已经走得很深了 这一个月以来 我6月23号开始分享了 大概 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正好是一个月 我们其实已经走得非常深了 甚至有一些 知见方面的东西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去探底了 奇迹课程 练习手册 本身也就前面15课最不好讲 前面15课上来就是 讲空性 麻烦得很 咱们最难识别的就是这个东西 男性之法 最难性的就是这个东西 讲这个世界是一个瘟 瘟乱 但历经15课之后 后面的内容不一定会随着练习手册 练习的深入 觉得越来越难 反而 我们支键上面慢慢的开始松动 慢慢的开始通了 包括借用一些 其他老师 比如说哥哥 他的一些练习 我们其实在支键上 是越走越明白 越走越通的 但是提及课程学习的本身 不同于世间任何的 知识性的学习 拿学位拿学历的那种学习 我们如果说这种学习 是研究型的学习 那么学到后面最多成为一个学者 而奇迹课程的精髓 是需要我们成为一个行者 去践行 去修行 去修正 去证悟 去证德 积累证量 饭一口一口吃 路一步一步走 这个解脱之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这个走呢 不是靠两条腿走 是靠我们在起心动念上面 不断的去修正 不断的行 所以对这个参务行政 做一点点展开 我希望我们的群友 不单单成为奇迹课程的学者 大家研究能力都很强 成为学者并不难 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成为 奇迹课程的行者 在这个行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他的行上原来没有瞎说 没有胡说八道 字字珠基 就怕我行的过程中 不是怕我行的过程中 挣不得 而是怕我不去行 今天暂时分享到这